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学习由我们店长之家出品的淘宝开店系列教程 今天我们来学习店铺运营课程的第三课 访客来源特征分析 我是店长之家的讲师淘宝天下 屏幕上方有我们官方网址 以及微信公众号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今天我们的课程的话 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查看我们店铺的一个访客来源的特征 关于访客来源特征的查看的话 需要用到我们生意参谋 大家进入到淘宝网卖家中心里面 在左侧导航栏里面找到数据中心 下面有一个生意参谋 我们点击进入到生意参谋里面 进来之后的话 这里有一个流量 我们点击流量 点击之后 在左侧这里有一个访客分析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课程的主要内容 我们点击访客分析进来 进来之后的话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访客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分布 也就是每天哪个时间段 我们的访客店铺访客最多 这个的话 因为我们店铺的话 访客也就是几百上千的样子 所以说这个时间段的一个分布 不是很明确 而如果大家是做其他的产品的话 有可能这个访客量比较大 所以说时间段的一个分布就比较明确了 那么我们在台本上面做推广 比如说我们做直通车推广这些的话 就尽量的把我们推广的一个时间设置到我们的一个访客高峰期 也就是说访客多 而且下单的人数多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加大我们的一个推广力度 而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晚上这些访客人数比较少 那么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减轻我们的一个推广力度 这就是时间段的一个查看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访客的一个地域分布 在这里的话可以查看到排在前十的一个省份的一些访客 这个也有一个就是用处 直通车里面有一个地域的推广 那么我们知道店铺里面哪些省份的顾客比较多的时候的话 我们推广的时候就可以主要往这些地方去推广 这样的话比较精准 另外有一个下单的买家数排行码 基本上这个下单买家数的一个排行码的话 和我们访客的一个数的排行码是差不多的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数据的解读 也就是访客数的话集中来自于这些省份 那么我们需要针对这些省份的话 重点的推广运营 提升流量和转化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访客的一个特征分析 特征分析的话 主要是淘气值的分布和消费层级 淘气值的话 淘气值越高 说明他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比较多 也就是淘宝账号比较活跃 这种账号在我们店铺里面购买产品的话 对我们店铺的一个权重是很有帮助的 关于这个淘气值的话 这就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了 因为访客他的一个淘宝账号的一个等级的话 对我们来说是没办法控制的 后面这里有一个消费层级 消费层级的话 就是在我们店铺里面消费的顾客 他主要的一个购买人群 消费层级越高的话 说明我们店铺的一些访客 他购买力就越强 那么我们就可以重点的做一些 比较有价值的一些产品 就是不一定去和其他的店铺拼价格 因为不同的人的话 他的一个消费层级不一样 他购买东西的时候选择也不一样 另外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店铺里面 访客的一个性别 这个性别的话 主要是大家如果做一些比较偏向的 比如说我们是卖男装的 那么我们店铺里面男性的访客就会比较多 卖女装的 那么女性的访客就会比较多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推广的时候 重点的去关注一下店铺里面 哪一个性别的访客比较多 那么我们可以重点的做描述的时候 针对这这类人群去做一下我们宝贝描述 另外的话这里有一个位置 大家可能比较好奇 就是我人的话都就分为男的女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位置呢 这个位置主要是他注册塔本账号的时候 没有选择这个性别 没有对性别进行设置 系统无法判断 所以说这里就会显示一个位置 另外的话 在右边这里有一个店铺 新老访客的一个数量 新访客和老访客的一个数据 我们店铺老访客越多的话 那么我们说明我们店铺做的比较好 那么老访客对店铺的一个权重提升 也是比较有帮助的 大家就可以做推广的时候 针对老访客的话 老顾客做一定的活动 吸引他们来我们店铺 接下来是一个行为的分析 行为分析的话 主要就是可以看到 进店的一些关键词排行前五的 以及浏览量分布 浏览量分布的话 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里有297个顾客 只浏览了一个页面就离开了 而有158个浏览了两到三个页面 顾客浏览的页面越多的话 说明对我们店铺越感兴趣 有可能他通过这个宝贝 进入到我们店铺 但是这个宝贝并不是他想要购买的 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在详情页里面 增加一些其他的产品 让顾客多浏览一些宝贝 有可能其他的宝贝正好是他需要的 那么他也会在店铺里面下单 这是整体的一个情况 在这里有一个访客的对比 还有我们点击看一下 在访客对比里面的话 主要就是显示我们的一个消费层级的一个对比 以及性别年龄的对比这些 我们店铺主要是针对哪个年龄段的访客越多的话 那么我们在做宝贝描述的时候 就主要去思考一下 这个年龄段的人他更关注的是什么 比如说年轻人肯定关注的就是一些时尚的东西 而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可能更忠实性价比这些 那么我们就要在宝贝描述里面体现出来 这样的话有利于提升我们店铺的一个转换率 接下来是一个地域的一个排行榜了 还有营销的偏好这些 因为我们这个店铺的话比较简单 没有做什么营销活动 所以说的话营销偏好这里面数据暂时没有 还有就是关键词的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的话 查看到我们访客的一些属性 然后去分析我们店铺主要的访客人群 他关注点 因为每个年龄段以及每一类消费成绩的人的话 他的关注点不一样 大家可以重点的去做一下 关于访客来源特征的分析的话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每一个内幕的店铺的话 具体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说大家下来知道怎么查看数据了 那么在针对性的对自己店铺做优化 关于今天的课程的话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如果学习过程中有疑问 可以往往联系我们客服 或者是进入到店铺之家学习更多的课程 店铺之家网址是3w.dsw6.com 我有新的课程之后 会在店铺之家上面进行发布 同时的话也会在微信公众号上面进行通知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本套叫成版权归属店长这家所有 盗版繁独必究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学习愉快 开店成功